接招吧 恐怕会有点痛哦 横扫千军 简直一目了然 都给我闪开 我所向披靡 我要撕裂一切 专注点 你撑得住吗 进入风沙罩 进来试试 绽放绝望 绝望之花啊 这是我最后的火焰 那就来玩玩 混沌啊 我会劈开你的灵魂 尽情肆虐吧 我会清净所有 眼见不一定为实 杀得你们片甲不留 这便是你 最后的呼吸 你会被永远遗忘 到此为止吧 我不会再失去了 茜魂虎 小猫 沿 小猫 小猫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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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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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 接招吧 接招吧 恐怕会有点痛哦 我绝不会失手 横扫千军 简直一目了然 狂妄无礼 都给我闪开 我所向披靡 我要撕裂一切 专注点 你撑得住吗 进入风沙罩 进来试试 绽放绝望 绝望之花呀 这是我最后的火焰 那就来玩玩 混沌啊 我会劈开你的灵魂 尽情肆虐吧 我会清尽所有 眼见不一定为时 杀得你们片甲不留 这便是你 最后的呼吸 你会永远被遗忘 到此为止吧 我不会再失去了 伸佛的试园 崇律 是呀 终于抓到你了 你倒是摆了我一道嘛 塔莎我要逮捕你 我的罪名是什么 一直以来 你以平民的身份 反复伤害祭祀之意 喂 高等一人之间的魔力对决 不是正当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对决 仅限于祭祀和众神之间吗 我说这位死脑筋的亲卫队大叔 那些祭祀可全都同意了 他们同意与我展开魔力对决 他们要是不想受伤 比我厉害不就行了 你说是不是 怎么说大叔 你也想和我比试比试吗 简直放肆 怎么 你没信心吗 生怕输给毫无魔力的我 怎么可能 不过是打赢了几个祭祀 你还真够嚣张啊 但凡有点魔力都能当祭祀 但我的魔力 可不是你对付的那些 无名祭祀能比的 就算你武艺超权 也不过是个毫无魔力的平民 你真以为自己赢得了我吗 是吗 那你完全没理由 拒绝这场魔力对决吧 好 我接受便是 秦卫队也不过如此嘛 你 大叔 怎么样 有没有让你对身份制度产生怀疑啊 我明明强大到完全可以碾压你 可你仅仅因为生来拥有魔力 便当上了祭祀 我却因为没有 而沦为了平民 只因为我是平民与平民所生 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吗 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 我可没用过什么妖术 不过是你比我弱罢了 你可真够走运的 大叔 后会有期 终于抓到你了 你倒是摆了我一道嘛 塔莎 我要逮捕你 我的罪名是什么 一直以来 你以平民的身份反复伤害祭祀之意 喂 高等一人之间的魔力对决 不是正当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种对决 仅限于祭祀和众神之间吗 我说这位死脑筋的亲卫队大叔 那些祭祀可全都同意了 他们同意与我展开魔力对决 他们要是不想受伤 比我厉害不就行了 你说是不是 怎么说大叔 你也想和我比试比试吗 简直放肆 怎么 你没信心吗 生怕输给毫无魔力的我 怎么可能 不过是打赢了几个祭祀 你还真够嚣张啊 但凡有点魔力都能当祭祀 但我的魔力 可不是你对付的那些 无名祭祀能比的 就算你武艺超群 也不过是个毫无魔力的平民 你真以为自己赢得了我吗 是吗 那你完全没理由拒绝 这场魔力对决吧 好 我接受便是 秦卫队也不过如此嘛 你 大叔 怎么样 有没有让你对身份制度产生怀疑啊 我明明强大到完全可以碾压你 可你仅仅因为生来拥有魔力 便当上了祭祀 我却因为没有 而沦为了平民 只因为我是平民与平民所生 你觉得这是正确的吗 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 我可没用过什么妖术 不过是 你比我弱罢了 你可真够走运的 大叔 后会有期 塔莎 你来了 快过来看看这个 这是秦南带来的 秦南 听说是阿能祭司送来的 什么 你怎么能收下这个 他堂堂祭司居然为平民怀孕 送来贺礼 这种事绝不该发生 听秦南说 他人很好 是啊 他是个好人 所以我们就更不能收了 大家伙要是知道了 肯定接受不了 这件事并不光彩 光彩 你这话说的 真像个祭司呢 我们需要一张婴儿床 最近的生意 很不好做 你说生意不好做 为什么 虽说平民都很支持我们 可买武器的 都是那些祭司吗 对不起 你不必向我道歉的 我以你为荣 我相信你做的事 是正确的 可如今 你肚子里已经 怀了我们的骨肉 你也别太拼了 塔莎 谢谢你 我会悠着点的 乍得 母亲 孩子生出来了吗 塔莎在找你 快 塔莎 老公 怎么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要教医生吗 我的肚子里 有魔力 魔力 必须赶紧 将孩子取出来 将孩子取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西娜 我曾经看过一本 讲述变异人的书 如果平民生下 带有魔力的孩子 也就是说 生下变异人 会承受不住魔力 就此丢了性命 你说什么 那如果 现在将孩子取出来 他就能活吗 带有魔力的孩子 出生时便会 张开魔力之意 必须在此之前 将孩子取出来 那这么一来 这个孩子 就会死 准备好娶孩子 西娜 扎德 不要 救救孩子 求你了 一定要让孩子 能幸福下去 真的有魔力之意 塔莎 塔莎 快睁开眼睛 扎德 你振作点扎德 这样下去 孩子也会有危险的 我的孩子 必须救救我的孩子 怎么救 他们会说 变异人所拥有的魔力不纯 刚生下来就要了他的命 我们带着孩子 逃到领地外吧 领地外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孩子拥有魔力之件事 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平民和平民之间 也能生出这样拥有魔力之意的孩子 这个孩子 真的是变异人吗 这会不会是证明 我们平民 也有潜在魔力的证据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 完全可以代替塔莎的职责 我们可以用这个孩子 绕急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那孩子的安全呢 一旦暴露身份自然会有危险 但有我保护就行 西南 我也明白这个社会很不合理 你与塔莎为了对抗不合理 一定历经了诸多磨难 而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这样的日子 塔莎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难道这孩子就不能活得平凡 安全一点吗 即便你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这孩子也无妨吗 只要他能幸福地活下去 就够了 好 既然你这个做父亲的都这么想了 塔莎曾经救过一个高阶祭司的命 名叫阿南 你带着孩子去找阿南祭司 就说这是塔莎的孩子 塔莎曾经救过他的性命 我想他一定会出手救下这个孩子 塔莎 你来了 快过来看看这个 这是齐南带来的 齐南 听说是阿南祭司送来的 什么 你怎么能收下这个 他堂堂祭司居然为平民怀孕送来贺礼 这种事绝不该发生 听齐南说他人很好 是啊 他是个好人 所以我们就更不能收了 大家伙要是知道了 肯定接受不了 这件事并不光彩 光彩 你这话说的 真像个祭司呢 我们需要一张婴儿床 最近的生意很不好做 你说生意不好做 为什么 虽说平民都很支持我们 可买武器的都是那些祭司吗 对不起 你不必向我道歉的 我以你为柔 我相信你做的事是正确的 可如今 你肚子里已经怀了我们的骨肉 你也别太拼了 塔莎 谢谢你 我会悠着点的 乍得 母亲 孩子生出来了吗 塔莎在找你 快 塔莎 老公 怎么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要叫医生吗 我的肚子里 有魔力 魔力 必须赶紧将孩子取出来 将孩子取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西南 我曾经看过一本讲书变异人的书 如果平民生下带有魔力的孩子 也就是说 生下变异人 会承受不住魔力 就此丢了性命 你说什么 那如果 现在将孩子取出来 他就能活吗 带有魔力的孩子 出生时便会张开魔力之意 必须在此之前 将孩子取出来 那这么一来 这个孩子 就会死 准备好娶孩子 西南 扎德 不要 救救孩子 求你了 一定要让孩子 能幸福下去 真的有 魔力之意 塔莎 塔莎 快睁开眼睛 扎德 你振作点扎德 这样下去 孩子也会有危险的 我的孩子 必须救救我的孩子 怎么救 他们会说 变异人所拥有的魔力不纯 刚生下来 就要了他的命 我们带着孩子 逃到领地外吧 领地外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孩子 拥有魔力之件事 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平民和平民之间 也能生出这样 拥有魔力之意的孩子 这个孩子 真的是变异人吗 这会不会是证明 我们平民 也有潜在魔力的证据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 完全可以代替 塔莎的职责 我们可以用这个孩子 着急于我们 志同道合的人 那孩子的安全呢 一旦暴露身份 自然会有危险 但由我保护就行 西南 我也明白 这个社会很不合理 你与塔莎 为了对抗不合理 一定历经了诸多磨难 而我 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过上这样的日子 塔莎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难道这孩子就不能 活得平凡 安全一点吗 即便你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 这孩子也无妨吗 只要他能幸福地活下去 就够吧 好 既然你这个做父亲的都这么想了 塔莎曾经救过一个高阶祭司的命 名叫阿南 你带着孩子去找阿南祭司 就说这是塔莎的孩子 塔莎曾经救过她的性命 我想她一定会出手救下这个孩子 那个 主人 有客人到访 孩子就快出生了 请客人回去吧 对 对方说有急事 我都说了 说是带来了塔莎的孩子 那小人请客人回去 谁 他 塔莎的 难道是命中注定 你去做个出生登记吧 今日我家中生了一对双胞胎 那个 主人 有客人到访 孩子就快出生了 请客人回去吧 对 对方说有急事 我都说了 说是带来了塔莎的孩子 那小人请客人回去 谁 他 塔莎的 难道是命中注定 你去做个出生登记吧 今日我家中生了一对双胞胎 你为什么要约我单独出来啊 卡莉 好好走路 天气这么好 寻规蹈矩的走路多可惜啊 你为什么要约我单独出来啊 卡莉 好好走路 天气这么好 寻规蹈矩的走路多可惜啊 欢迎光临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是 当然准备了 您还满意吗 很好 卡莉 怎么样 你喜欢吗 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嗯 我喜欢 轻卫队选拔考试之前 你就好好钻研吧 爸爸 谢谢你 看来今日是小祭司的生辰啊 既是阿南祭司之子 可否允许小人 也送上一份生日贺礼 小人 是太失礼了吗 你可以收下的 卡莉 能为小祭司送上生日贺礼 是小人的荣幸 很适合你啊 让小祭司满意可真是太好了 这条围巾还有多的吗 我还想送妹妹一份相同的礼物 很遗憾没有一样的了 要是您想送妹妹一份礼物 好 这条也挺美的 那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慧顾 二位慢走 欢迎光临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是 当然准备了 您还满意吗 很好 卡莉 怎么样 你喜欢吗 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嗯 我喜欢 轻卫队选拔考试之前 你就好好钻研吧 爸爸 谢谢你 看来今日是小祭司的生辰啊 既是阿南祭司之子 可否允许小人 也送上一份生日贺礼 啊 小人 是太失礼了吗 你可以收下的 卡莉 能为小祭司送上生日贺礼 是小人的荣幸 谢谢你 真的好酷 很适合你啊 让小祭司满意可真是太好了 嗯 这条围巾还有多的吗 我还想送妹妹一份相同的礼物 很遗憾没有一样的了 要是您想送妹妹一份礼物 好 这条也挺酷的 那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慧顾 二位慢走 拉莎 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你刚刚出过门了吗 我看父亲好像也不在 嗯 去买生日礼物了 啊 给你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围巾 怎么样 你喜欢吗 和姐姐你带的这一条 很像吗 嗯 这是别人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本来想跟你也买条一样的 可是没有了 店里的老板就推荐了这条 哦 姐姐的围巾好美 拉莎 你表情不太好呢 你不喜欢这个礼物吗 没有 要是你更喜欢这条 那我就送你好了 只要你想要 我什么都可以满足你 谢谢 真适合你 拉莎 生日快乐 我的好妹妹 生日快乐 我的好姐姐 拉莎 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你刚刚出过门了吗 我看父亲好像也不在 嗯 去买生日礼物了 啊 那给你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围巾 怎么样 你喜欢吗 和哥哥你带的这一条 很像呢 嗯 这是别人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本来想给你 买一条一样的 可是没有了 店里的老板 就推荐了这条 嗯 哥哥的围巾好酷 拉莎 你表情不太好呢 你不喜欢这个礼物吗 没有 你更喜欢这条围巾吗 要是你更喜欢这条 那我就送你好了 只要你想要 我什么都可以满足你 谢谢 真适合你 拉莎 生日快乐 我的好妹妹 生日快乐 我的好哥哥 拉莎 你练得很认真嘛 可还是 赢不了姐姐你 那是因为我太厉害了 你说 我能进轻卫队吗 当然能了 拉莎 其实 就算进去了 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轻卫队队员 一定都像姐姐你这么厉害 我到时候能适应吗 拉莎 你还记得 我们为什么开始梦想 当个轻卫队队员吗 姐姐 怎么办 别 别担心 拉莎 姐姐会保护你的 你们受伤了没 没 真的非常感谢您救了我们 真是两个小淘气啊 跑到这种地方来可是很危险的 快回家去吧 父亲从小教导我们 接受了帮助就要报答 所谓报答 那里应付出相伤的代价 既然我保护了你们 那你们也来保护我就是了 等你们变得比现在更成熟 更强大的时候 那个 烦请告诉我们您的名字 我的名字 叫艾浦西龙 因为我们承诺了要报答 没错 我认为信念比身手有多强更重要 拉莎 你很肯定自己对领主大人的尊敬 和要守护子民的信念吧 当然了 那就够了 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强 嗯 我会努力的 嗯 拉莎 你练得很认真嘛 可还是 赢不了哥哥你 那是因为 我太厉害了 你说 我能进轻卫队吗 当然能了 拉莎 其实 就算进去了 也会遇到很多问题 轻卫队队员一定都像哥哥你这么厉害 我到时候能适应吗 拉莎 你还记得 我们为什么开始梦想当个轻卫队队员吗 哥哥 怎么办 别 别担心 拉莎 哥哥会保护你的 你们受伤了没 没 真的非常感谢您救了我们 真是两个小淘气啊 跑到这种地方来可是很危险的 快回家去吧 还请告诉我们您的名字 我们想报答您 父亲从小教导我们 接受了帮助就要报答 所谓报答 理应付出相似的代价 既然我保护了你们 那你们也来保护我就是了 等你们变得比现在更成熟更强大的时候 那个 烦请告诉我们您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埃普西龙 因为我们承诺了要报答 还有因为我们对领主大人的敬重 没错 我认为信念比身手有多强 更重要 拉莎 你很肯定自己对领主大人的尊敬 和要守护子民的信念吧 当然了 那就够了 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强 现在只要不忘记初心就好 嗯 我会努力的 嗯 规则与魔力对决相同 只有一直战斗到最后的两个人 可以被任命为亲卫队队员 魔力对决 是一种专属于高等艺人的荣誉决斗文化 大家在神王的名义之下 光明正大的发誓决一胜负 最终展开魔力对决 虽说祭司之间魔力对决 只是一种用来比拼魔力高下的消遣 或者自我炫耀的手段 但神与祭司之间的魔力对决 决定了阶层 祭司向神发起挑战 是极其勇猛的 神只是居其位而已 理应接受挑战 魔力对决 我还从未试过 真的应付得来吗 别担心 在我们领地 从未进行过魔力对决的祭司要更多 人人都知灵主大人的魔力无比强大 又会有哪个胆大包天的祭司 敢轻易挑战 不过迟早有一天 我会向灵主大人发起挑战的 就算姐姐你再厉害 也还是会输的吧 你一定会身受重伤的 应该会吧 我并不是相信自己能赢 我是想要挑战她 向她表达我的尊敬 我想得到荣誉 并不害怕受伤 我为你助威 好 那我们就进去吧 嗯 对手是 太好了 好什么 我们两个被分到了不同的小组 我可没信心 能打赢姐姐 你真可爱 别担心 除了我 剩下那帮家伙你都能打赢的 嗯 你是阿南祭司的女儿 我很好奇你有没有阿南祭司那么厉害的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 正合我意 希望你完好的继承了你父亲的血脉 规则与魔力对决相同 只有一直战斗到最后的两个人可以被认命为亲卫队队员 魔力对决是一种专属于高等一人的荣誉决斗文化 大家在神王的名义之下光明正大的发誓决一胜负最终展开魔力对决 虽说祭司之间魔力对决 只是一种用来比拼魔力高下的消遣 或自我炫耀的手段 但神与祭司之间的魔力对决决定了阶层 祭司向神发起挑战是极其勇猛的 神只是居其位而已 理应接受挑战 魔力对决 我还从未试过 真的应付得来吗 别担心 在我们领地 从未进行过魔力对决的祭司要更多 人人都知领主大人的魔力无比强大 又有哪个胆大包天的祭司敢轻易挑战 不过迟早有一天 我会向领主大人发起挑战的 就算哥哥你再厉害 也还是会输的吧 你一定会身受重伤的 应该会吧 我并不是相信自己能赢 我是想要挑战他 向他表达我的尊敬 我想得到荣誉 并不害怕受伤 我为你助威 好 那我们就进去吧 对手是 太好了 好什么 我们两个被分到了不同的小组 我可没信心 能打赢哥哥 你真可爱 别担心 除了我 剩下那帮家伙你都能打赢的 你是阿南祭司的儿子 我很好奇你又没有阿南祭司那么厉害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 正合我意 希望你完好的继承了你父亲的血脉 卡丽 你们认识吗 说起来 你们倒是戴着相似的围巾呢 我们是姐妹 这是我们全家的荣幸 你父亲尊姓大名啊 阿南我熟啊 果然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来 我们走吧 拉莎 卡丽 你们认识吗 说起来 你们倒是戴着相似的围巾呢 我们是兄妹 这是我们全家的荣幸 你父亲尊姓大名啊 他叫阿南 阿南我熟啊 果然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来 我们走吧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光荣的亲卫队一员 作为埃里莫斯盖世无双的勇士 你们可愿遵守亲卫队的使命 发誓永远效忠领主大人 和埃里莫斯这片土地 是 我发誓永远效忠 是 我发誓永远效忠 你们是之前的那对小淘气 您还记得我们吗 当然了 你们可是相当惹眼啊 我们后来才知道 当初救了我们的就是领主大人 为了成为保卫领主大人的亲卫队队员 我们真的一直都在认真修炼 如今 终于可以偿还那天欠下的人情了 还早着呢 虽说你们比那日成长了不少 但还需要变得更强 我们已经准备好 为您付出生命 别为我付出生命啊 你们该付出生命的对象 不是我 而是我们这些子民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光荣的亲卫队一员 作为埃里莫斯盖世无双的勇士 你们可愿遵守亲卫队的使命 发誓永远效忠领主大人 和埃里莫斯这片土地 是 我发誓永远效忠 是 我发誓永远效忠 你们是之前的那对小淘气 您还记得我们吗 当然了 你们可是相当惹眼啊 我们后来才知道 当初救了我们的就是领主大人 为了成为保卫领主大人的亲卫队队员 我们真的一直都在认真修炼 如今 终于可以偿还那天欠下的人情了 还早着呢 虽说你们比那日成长了不少 但还需要变得更强 我们已经准备好 为您付出生命 别为我付出生命啊 你们该付出生命的对象 不是我 而是我们这些子民 领主大人居然还记得我们 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嗯 真的呢 领主大人还是那么风度翩翩 我很想变得更强 日后一定要得到领主大人的认可 姐姐你一定能得到领主大人的认可 拉莎你也是 我们一起去得到认可 哎 姐姐 领主大人居然还记得我们 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嗯 真的呢 领主大人还是那么风度翩翩 我很想变得更强 日后一定要得到领主大人的认可 哥哥你一定能得到领主大人的认可 拉莎你也是 我们一起去得到认可 哎 哥哥 好久不见 卡丽 拉莎 怎么样 你们还适应亲卫队吗 是 队长 是 队长 很好 我听说了你们所执行的一系列任务 这段时间你们顺利完成了许多任务 卡丽 特别是你 成绩非常出色 完全超出预期 您过奖了 当初你们刚来亲卫队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吧 等到时机成熟会叫你们过来 还记得吧 记得 现在时机成熟了 要想成为真正的亲卫队 就必须要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而如果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 正式成为了亲卫队队员 就没有回头路了 怎么样 你们愿意去执行任务吗 拉莎 是 队长 好 那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们这项任务 这项特殊任务 就是将敌人生擒回来 比起直接杀死敌人 仅靠力量的压制将人活着带回来 可要难得多 祝你们好运 啊 还有 不要忘记你们的誓言 好久不见 卡丽 拉莎 怎么样 你们还适应亲卫队吗 是 队长 很好 我听说了你们所执行的一系列任务 这段时间你们顺利完成了许多任务 卡丽 特别是你 成绩非常出色 完全超出预期 您过假了 当初你们刚来亲卫队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吧 等到时机成熟会叫你们过来 还记得吧 记得 现在时机成熟了 要想成为真正的亲卫队 就必须要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而如果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 正式成为了亲卫队队员 就没有回头路了 怎么样 你们愿意去执行任务吗 是 队长 拉莎 是 队长 好 那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们这项任务 这项特殊任务 就是将敌人生擒回来 比起直接杀死敌人 仅靠力量的压制将人活着带回来 可要难得多 祝你们好运 啊 还有 不要忘记你们的誓言 这次的任务 领主大人会亲自接受报告 领主大人亲自吗 对 跟我来吧 属下前来向您汇报任务 领主大人 辛苦了 领主大人 我有一件事想要问您 拉莎 您为什么要我们将敌人 身行回来 你想问的是这个 拉莎 你曾经发誓 要对我永远效忠吧 对 没错 那你当初发誓时 知道什么叫忠心吗 所谓忠心 可是种饱含真心实意的感情 看到你会对任务抱持怀疑太多 倒叫我开始怀疑你的真心了 这便是忠心 如果当初你向我许诺的并非忠心 那你可以现在就脱下这身制服 我是真心敬重您的 可我心中的怀疑 我们当然是忠心的领主大人 我们当日所发下的誓言 绝对是对领主大人的一片真心 哼 拉莎 你们以亲卫队队员的身份 执行任务时 曾夺走无数敌人的性命 知道为什么要你们这么做吗 那是为了 自民的安全 是 没错 大义当前 你们才会砍下他们的手机 我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你们夺取敌人的性命 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 并无二致 手上沾染那帮蠢货的血 甘愿做这些脏货 都是亲卫队的使命 也是我身为领主的使命 你们第一次执行特殊任务 内心的混乱我能理解 但我没办法理解第二次 希望你们所许诺的忠心 并不是骗人的 这次的任务 领主大人会亲自接受报告 领主大人亲自吗 对 跟我来吧 属下前来向您汇报任务 领主大人 属下照您的吩咐 将敌人生情回来了 辛苦了 领主大人 我有一件事想要问您 拉莎 您为什么要我们将敌人 身形回来 你想问的是这个啊 拉莎 你曾经发誓 要对我永远效忠吧 对 没错 那你当初发誓时 知道什么叫忠心吗 所谓忠心 可是种饱含真心实意的感情 看到你会对任务 抱持怀疑太多 倒叫我开始怀疑你的真心了 这便是忠心 如果 当初你向我许诺的并非忠心 那你可以现在 就脱下这身致服 我是真心敬重您的 可我心中的怀疑 我们当时是忠心的领主大人 我们当日所发下的誓言 绝对是对领主大人的一片真心 哼 拉莎 你们以亲卫队队队员的身份 执行任务时 曾夺走无数敌人的性命 知道为什么要你们这么做吗 那是为了 自民的安全 是 没错 大义当前 你们才会砍下他们的手机 我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你们夺取敌人的性命 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 并无二致 手上沾染那帮蠢货的血 甘愿做这些脏货 都是亲卫队的使命 也是 我身为领主的使命 你们第一次执行特殊任务 内心的混乱我能理解 但我没办法 理解第二次 希望你们所许诺的忠心 并不是骗人的 姐姐 你打算 继续留在亲卫队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思来想去 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合适 你在说什么 难不成你打算放弃亲卫队的工作 你都看到那幅画面了 还打算继续吗 你忘了队长之前说过的话吗 我们没有回头路了 既然都已经看到了领主大人的秘密 就不可能活着离开亲卫队 可我还是要放弃 拉莎 你疯了吗 倒是姐姐你是不是疯了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决心 是你说信念很重要 叫我不要忘记初心的 是啊 对领主大人的忠心 守护子民的一颗心 并没有什么改变 领主大人说的没错 这件事必须有人去做 为了所有的子民 为了子民们的安全 只要消灭那些 威胁到领地的敌人就好 反正他们的命迟早要被夺去 我觉得各取所需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说什么 凯莉 我可不想通过这种构道 来守卫子民 让他们申请回来 吸收他们的生命令 那不过是领主的贪心 可是拉莎 领主大人是个好人 直到现在 你真的还这么想吗 我这辈子一直在 憧憬的轻微队队员 可不是做这种事的人 如果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事 并没有让你产生任何质疑 那姐姐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哥哥 你打算 继续留在轻微队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思来想去 总觉得自己 好像不太合适 你在说什么 难不成你打算 放弃轻微队的工作 你都看到那幅画面了 还打算继续吗 你忘了队长之前说过的话吗 我们没有回头路了 既然都已经看到了 领主大人的秘密 就不可能活着离开轻微队 可我还是 要放弃 拉莎你疯了吗 倒是哥哥你是不是疯了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决心 是你说信念很重要 叫我不要忘记初心的 是啊 对领主大人的忠心 守卫子民的一颗心 并没有什么改变 领主大人说的没错 这件事必须有人去做 为了所有的子民 为了子民们的安全 只要消灭那些威胁到领地的敌人就好 反正他们的命迟早要被夺去 我觉得各取所需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说什么 凯莉 我可不想通过这种勾当 来守卫子民 将他们申请回来 吸收他们的生命令 那不过是领主的贪心 可是拉莎 领主大人是个好人 直到现在 你真的还这么想吗 我这辈子一直在憧憬的轻微队队员 可不是做这种事的人 如果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事 并没有让你产生任何质疑 那哥哥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拉莎 你要放弃 既然你执行过 轻微队的特殊任务 就不可能活着离开 就算您要收了我这条命 我也不会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而做那种事 那我就如你所愿 队长 你让开卡丽 这是你妹妹自己选的路 我会负责管束好她的 绝不会让她将此事泄露出去分好 只求您 饶她一命 好 卡丽 我信你 便给你这个机会 那就由你亲手毁掉你妹妹的羽翼吧 倒不如直接要了我的命 既然这是你想要的 拉莎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卡丽 我会记住你的明智判断 和全权忠心的 你要放弃 既然你执行过亲卫队的特殊任务 就不可能活着离开 就算您要收了我这条命 我也不会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而做那种事 那我就如你所愿 队长 你让开卡丽 这是你妹妹自己选的路 我会负责管束好她的 绝不会让她将此事泄露出去分好 只求你 饶她一命 好 卡丽 我信你 便给你这个机会 那就由你亲手毁掉你妹妹的羽翼吧 您的意思是 叫我斩断拉莎之意 倒不如直接要了我的命 既然这是你想要的 拉莎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卡丽 我会记住你的明智判断 和全权忠心的 拉莎 我 我来时有东西要给你 这是 羽翼 十一人的象征和骄傲 多亏姐姐我捡回了性命 可我失去了羽翼 我失去了肩上的魔力之意 还有 卡丽 你这个骄傲 姐姐曾是我的骄傲 我知道 父亲送了姐姐你一副还人 所以也买了新武器 我是想要追随姐姐 虽然我走过的人生并不算漫长 但我一直在追随姐姐你 我的心里 有着对姐姐的羡慕和尊敬 拉莎 可是卡丽 现在 我的这些信念 全部都坍塌了 如今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骄傲 今天的我已经死了 我也是逼不得已 为了救拉莎 我真的是逼不得已 我 尽力了 做得好 你做得很好 卡丽 拉莎 我 我来时有东西要给你 这是 羽翼 十一人的象征和骄傲 多亏哥哥我捡回了性命 可我失去了羽翼 我失去了肩上的魔力之一 还有 卡丽 你这个骄傲 哥哥曾是我的骄傲 我知道 父亲送了哥哥你一副还人 所以也买了新武器 我是想要追随哥哥 虽然我走过的人生并不算漫长 但我一直在追随哥哥你 我的心里 有着对哥哥的羡慕和尊敬 拉莎 可是卡丽 现在 我的这些信念全部都坍塌了 哥哥 你一定以为是你救了我吧 如今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骄傲 今天的我已经死了 我也是逼不得已 为了救拉莎 我真的是逼不得已 我尽力了 做得好 你做得很好 卡丽 拉莎 你醒了吗 都已经过去足足一年了 你总该 愿意见我一面了吧 对不起 我回头再来 拉莎 你醒了吗 都已经过去足足一年了 你总该 愿意见我一面了吧 对不起 我回头再来 拉莎 你睡着了吗 我今天 当上了队长的副官 你应该 不会恭喜我 我就是想和你说说 你什么时候 才肯见我 再过几天 就是我们的生日了 前年的生日 我真的很开心 我们两个都戴上了 相同的围巾 那是我们第一次 分享相同的东西 格外有意义 只是 严格来说 颜色有些不同 能戴上相同的围巾外出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 我们是姐妹 我可太开心了 那个生日 真的很幸福 去年生日 我们都忙于 轻微队的任务 一直晕头转向的 也就根本没顾得上过 这件事 我一直记在心里 今年 今年 我想着一定要和你 一起过生日 晚安 拉莎 拉莎 你睡着了吗 我今天 当上了队长的副官 你应该 不会恭喜我 我就是想和你说说 你什么时候 才肯见我 再过几天 就是我们的生日了 前年的生日 我真的很开心 我们两个都戴上了 相同的围巾 那是我们第一次 分享相同的东西 格外有意义 只是严格来说 颜色有些不同 能戴上相同的围巾外出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 我们是兄妹 我可太开心了 那个生日 真的很幸福 去年生日 我们都忙于 轻微队的任务 一直晕头转向的 也就根本没顾得上过 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 今年 今年 我想着一定要和你一起过生日 晚安 拉莎 队长 您找我了吗 卡丽 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是队长 您请吩咐 我过去曾提过 有个家伙和你一样跑得快吧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不过您当初 并没有告诉我是谁 嗯 那是个名叫塔莎的女人 虽然只是个平民 但身手非常厉害 难道她拥有魔力 她没有魔力 只是身手了得 实力在好几个祭司之上 比祭司厉害的平民啊 那个女人就是个祸害 专挑实力不计的祭司下手 不断挑起魔力对决 炫耀自己的实力 然后还表示 平民能打赢祭司 宣称要废除身份制度 我并没有这么做 也根本没这个必要 因为没过多久她就死了 有一天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坊间还传闻 她怀了孩子 那之后有一年多没见到她 后来她便变成了一具尸体 听说孩子也没过多久就死了 她丈夫本就是个普通人 后来孩子也死了 我们也就没有采取 什么特别的措施 那之后她就被遗忘了 但是不久前 我们抓到了那个女人的同伴 听说散播奇怪谣言 搞得整个村子 人心惶惶的罪魁祸首被抓 我就过去瞧个究竟 没想到竟是那个女人的好友 她叫齐南 塔莎身为平民 却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但齐南却将塔莎 推出来批判祭司 塔莎那个女人死后 齐南也从未做过什么惹眼的事 她说埃里木斯内有变异人 她说我们领地内有变异人 变异人 您指的是拥有魔力的平民吗 这个人是谁 队长 您找我了吗 卡丽 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是 队长 您请吩咐 我过去曾提过 有个家伙和你一样跑得快吧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不过您当初并没有告诉我是谁 那是个名叫塔莎的女人 虽然只是个平民 但身手非常厉害 难道她拥有魔力 她没有魔力 只是身手了得 实力在好几个祭司之上 比祭司厉害的平民啊 那个女人就是个祸害 专挑实力不计的祭司下手 不断挑起魔力对决 炫耀自己的实力 然后还表示 平民能打赢祭司 宣称要废除身份制度 我并没有这么做 也根本没这个必要 因为没过多久她就死了 有一天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坊间还传闻 她怀了孩子 那之后有一年多没见到她 后来 她便变成了一具尸体 听说孩子也没过多久就死了 她丈夫本就是个普通人 后来孩子也死了 我们也就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 那之后 她就被遗忘了 但是不久前 我们抓到了那个女人的同伴 听说散播奇怪谣言 搞得整个村子人心惶惶的罪魁祸首被抓 我就过去瞧个究竟 没想到竟是那个女人的好友 她叫齐南 塔莎身为平民 却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但齐南却将塔莎推出来批判祭司 塔莎那个女人死后 齐南也从未做过什么惹眼的事 这么说她一直悄无声息 最近才开始蛊惑民心的吗 她说埃里莫斯内有变异人 她说我们领地内有变异人 变异人 您指的是拥有魔力的平民吗 这个人是谁 你说呀 是谁 只要你交代出是谁 我就饶你不死 真的吗 就算我告诉你 恐怕你也不会饶了我的名 我还是听了解你们这帮祭司的 是吗 那是要说出来走得毫无痛苦 还是抵死不说 到头来承受比死还难受的痛苦 你选一个吧 取取魔力 我才不怕 莱以安 见过领主大人 你究竟为何要保守这个秘密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问 出于善意 大意 还是道德 我在问是什么让你不肯开口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我实在搞不懂你们这帮有魔力的家伙是怎么想的 放肆 只是随便问问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善意 大意 道德 这些都有 可我早就决定不为这些破玩意儿达上自己这条命了 劝当是出于义气吧 义气啊 这么说来 只要你没了义气就行了 住手 你要做什么 来 我再问你一遍 那个变异人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是塔莎的孩子 塔莎 那孩子身负魔力 在伪装城 已经死了 塔莎的孩子是 你说呀 是谁 只要你交代出是谁 我就饶你不死 真的吗 就算我告诉你 恐怕你也不会饶了我的名 我还是听了解你们这帮祭祀的 是吗 那 是要说出来走得毫无痛苦 还是抵死不说 到头来承受比死还难受的痛苦 你选一个吧 区区魔力 我才不怕 莱颖 见过领主大人 你 究竟为何要保守这个秘密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问 出于善意 大意 还是道德 我在问是什么让你不肯开口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我实在搞不懂你们这帮有魔力的家伙是怎么想的 放肆 只是随便问问 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善意 大意 道德 这些都有 可我早就决定不为这些破玩意儿达赏自己这条命了 劝当是出于义气吧 义气啊 这么说来 只要你没了义气就行了 住手 你要做什么 来 我再问你一遍 那个变异人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是塔莎的孩子 塔莎 那孩子身负魔力 在伪装城 已经死了 塔莎的孩子是 人还活着 您的意思是 那个塔莎的孩子就是变异人吗 没错 我原以为那个女人的孩子早就死了 没想到竟还活着 而且还拥有魔力 我绝不允许有第二个那女人一样的人出现 必须查清楚塔莎的孩子是谁 人还活着 您的意思是那个塔莎的孩子就是变异人吗 没错 我原以为那个女人的孩子早就死了 没想到竟还活着 而且还拥有魔力 我绝不允许有第二个那女人一样的人出现 必须查清楚塔莎的孩子是谁 祭司大人 欢迎光临 不过祭司大人 你身边这位是你的母亲吗 对 没错 您是第一次见吧 母亲 快打个招呼 这是阿南祭司的孩子 您好啊 祭司大人 阿南祭司的孩子 难道与那孩子是姐妹 我回头再告诉你 您是来买武器的吗 是要给谁用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来逮捕你们的 祭司大人 乖乖跟我走吧 祭司大人 欢迎光临 不过祭司大人 你身边这位是你的母亲吗 对 没错 您是第一次见吧 母亲 快打个招呼 这是阿南祭司的孩子 您好啊 祭司大人 阿南祭司的孩子 难道与那孩子是兄妹 我回头再告诉你 您是来买武器的吗 是要给谁用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来逮捕你们的 祭司大人 快快跟我走吧 我要开始审问了 卡丽 你先出去 什么 可能会比较吵 你去外头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 遵命 您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祭司大人 我们不过是 经营武器店的普通子民 为什么 要这么对无辜的我们 无辜 是 小人实在是不明白 您这么做 难道因为我们是 塔莎的家人吗 高贵的祭司大人 您总不至于为了这点事 就把我们抓来吧 高贵 是啊 你是无辜的 不 我原以为你是无辜的 你应该知道 便宜人身上的魔力 是不纯的吧 你 应该还有个孩子吧 小人有个孩子 已经死了 死了 是 小人明明已经登记过死亡了 还请您确认 就在小人妻子去世的那一天 孩子也 扎德 你一辈子承受着祭司们的保护 生活在如此宁静平和的领地 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攻击吧 怎么样 现在打算招了吗 就算我有心要招 也没什么可招的 孩子 在那天夜里 就死了 既然你不愿意说 就去地府与你夫人相会吧 祭司大人 祭司大人 求您快住手 这才是聪明的选择 塔莎确实坏了一个拥有魔力的孩子 我们看到孩子刚出生就长出了羽翼 就送去高阶祭司大人 府上领养了 母亲 别说 阿南 是阿南祭司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名字 小人不太清楚 你这是在和我闹着玩吗 那孩子的长相和名字我一概不知 我也只能不知道能好些 不知 那我要让你儿子开口说话才是 但是 小人有办法知道那个孩子是谁 什么法子 听说之前送出过塔莎的遗物 遗物 听说在孩子成年生日那天 我儿子曾将塔莎的遗物送去过 那个遗物是什么 那个遗物是 话有塔莎文样的 我要开始审问了 卡丽 你先出去 什么 可能会比较吵 你去外头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 遵命 您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祭司大人 我们不过是 经营武器店的普通子民 为什么 要这么对无辜的我们 无辜 是 小人实在是不明白 您这么做 难道因为我们是塔莎的家人吗 高贵的祭司大人 您总不至于为了这点事 就把我们抓来吧 高贵 是啊 你是无辜的 不 我原以为你是无辜的 你应该知道 遍遗人身上的魔力是不纯的吧 你 应该还有个孩子吧 小人有个孩子 已经死了 死了 是 小人明明已经登记过死亡了 还请您确认 就在小人妻子去世的那一天 孩子也 扎德 你一辈子承受着祭司们的保护 生活在如此宁静平和的领地 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攻击吧 怎么样 现在打算招了吗 就算我有心要招 也没什么可招的 孩子 在那天夜里就死了 既然你不愿意说 就去地府与你夫人相会吧 祭司大人 祭司大人 求您快住手 这才是聪明的选择 塔莎确实坏了一个拥有魔力的孩子 我们看到孩子刚出生就长出了羽翼 就送去高阶祭司大人服上领养了 母亲 别说 阿南 是阿南祭司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名字 小人不太清楚 你这是在和我闹着玩吗 那孩子的长相和名字我一概不知 我也只能不知道能好些 不知 那我要让你儿子开口说话才是 但是 小人有办法知道那个孩子是谁 什么法子 听说之前送出过塔莎的遗物 遗物 听说在孩子成年生日那天 我儿子曾将塔莎的遗物送去过 那个遗物是什么 那个遗物是 画有塔莎文样的 您查到名字了吗 没 不过已经查到泄所了 这样吗 队长 您怎么了 想来 你的妹妹也戴着这样的围巾吧 您怎么了 我要去找一趟领主大人 你守在这里 别让他们逃了 遵命 队长 您查到名字了吗 没 不过已经查到泄所了 这样呢 队长 您怎么了 想来 他送去祭司大人 府上领养 祭司大人 求您了 这些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领主大人 您正是何意 卡丽 不碍事 他们表示已经全都交代了 他们确实是全都交代了 那不是该饶他们一命吗 为什么 会带他们过来就是为了审问啊 既然已经查清我们想知道的事 就应该放了这些无辜的子民 若是无辜的子民自然要放 可你怕是搞错了 他们可不是什么无辜的子民 他们是隐瞒生下变异人这件事的罪人 重罪 变异人象征着罪恶 你难道不知道吗 可他们已经将事情全都交代清楚了呀 他们并非来自一族 而是我们的子民 瞒报变异人者 便不再是我们的子民 您怎么能这么说 变异人是罪恶 他们隐瞒了罪恶 这便是犯罪 罪人就该处决 很难懂吗 所谓变异人不纯的魔力 到底是有多了不起 他们要隐瞒的 并非社会上的罪恶 他们不过是想要 救自己孩子一命的 可怜子民 你现在 是对变异人本身产生了怀疑啊 你觉得平民拥有魔力 也并非什么不纯之事 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的 属下只是 祭司大人 祭司大人 您是阿南祭司的孩子吧 求您了 求您饶我们一命 放心好了 我不会要了 无辜子民的性命 知道什么 就都老实交代 这样一来 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我们将那孩子 送去 祭司大人府上领养 祭司大人 求您了 这些人 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领主大人 您这是何意 卡丽 不碍事 他们表示 已经全都交代了 他们确实是 全都交代了 那不是该饶他们一命吗 为什么 会带他们过来 就是为了审问啊 既然已经查清 我们想知道的事 就应该放了 这些无辜的子民 若是无辜的子民 自然要放 可你 怕是搞错了 他们可不是 什么无辜的子民 他们是隐瞒 生下变异人 这件事的罪人 那是 重罪 变异人 象征着罪恶 你难道不知道吗 可他们 已经将事情 全都交代清楚了 他们并非来自一族 而是我们的子民 瞒报变异人者 便不再是我们的子民 您怎么能这么说 变异人是罪恶 他们隐瞒了罪恶 这便是犯罪 罪人就该处决 很难懂吗 所谓变异人 不纯的魔力 到底是有多了不起 他们要隐瞒的 并非社会上的罪恶呀 他们不过是想要 救自己孩子一命的 可怜子民 你现在 是对变异人 本身产生了怀疑啊 你觉得平民拥有魔力 也并非什么不纯之事 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的 属下只是 卡丽 你现在才回来吗 我看你一直不回来 很担心你啊 爸爸 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是出什么事了吗 那个 是拉莎的问题吗 不 不是的 今天我在执行 亲卫队任务的过程中 看到了非常残酷的画面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就是说 原来是这样 他们对子民这样残忍 卡丽 你离开领地 远走他乡吧 什么 直接逃走就行 这样 你便能保住性命 爸爸 可是 拉莎呢 要是我放下 亲卫队的事 一声不吭就消失 到时候 一定会连累你和拉莎的 你或许还能活命 可拉莎一定会惨死的 如今他已经没有羽翼了 对他们来说 拉莎与那些平民无异 我和你说过了 他们到底是如何残忍 夺走平民性命的 我绝不能抛下拉莎 自己一个人逃走 我可是他姐姐 你说的没错 卡丽 你是他的姐姐 我是你们的爸爸 我们是一家人 那我们就一起离开吧 应该能找到 可以隐姓埋名的地方生活 可我不能连累 你们也和我一起去逃亡 我们是一家人呢 没错 我们是一家人 爸爸 我去和拉莎说 卡丽 你现在才回来吗 我看你一直不回来 很担心你啊 爸爸 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是出什么事了吗 那个 是拉莎的问题吗 不 不是的 今天我在执行 轻卫队的任务过程中 看到了非常残酷的画面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就是说 原来是这样 他们对子民这样残忍 卡丽 你离开领地 远走他乡吧 什么 直接逃走就行 这样 你便能保住性命 爸爸 可是 拉莎呢 要是我放下轻卫队的事 一声不吭的就消失 到时候一定会连累你和拉莎的 你或许还能活命 可拉莎一定会惨死的 如今他已经没有羽翼了 对他们来说 拉莎与那些平民无异 我和你说过了 他们到底是如何残忍 夺走平民性命的 我绝不能 抛下拉莎自己一个人逃走 我可是他的哥哥 你说的没错 卡丽 你是他的哥哥 我是你们的爸爸 我们是一家人 那我们就一起离开吧 应该能找到 可以隐姓埋名的地方生活 可我不能连累你 你和我一起去逃亡 我们是一家人呢 没错 我们是一家人 爸爸 我去和拉莎说 拉莎 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我们聊聊吧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好吗 今天 我看到领主大人 夺走了平民的性命 我所认识的领主大人 是热爱所有子民的 可儿时就像我们的 那个领主大人 和今天的领主大人 截然不同 还惨不忍睹的 被领主大人 吸走了生命力 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 却什么都做不了 还有拉莎 将他们献给领主大人的人 正是我 当初 你的选择是对的 是我选错了 求你开开门吧 求你了 拉莎 我认为 覆水难受 所以 每一个看思维不足道的选择 都很重要 可是 我还是顾潜云一听一听 你打算怎么回头 因为 你是我的姐姐 拉莎 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我们聊聊吧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好吗 今天 我看到领主大人 夺走了平民的性命 可儿时就像我们的 那个领主大人 和今天的领主大人 截然不同 他们不过是为了 救自己的孩子 才隐瞒了孩子的存在 却被残忍杀害 还惨不忍睹地 被领主大人 吸走了生命力 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却什么都做不了 还有拉莎 将他们献给领主大人的人 正是我 当初 你的选择是对的 是我选错了 求你给我一个 回头的机会 求你开开门吧 求你了 拉莎 我认为 覆水难收 所以 每一个看思维 不足道的选择 都很重要 可是 我还是顾潜云 一听一听 你打算怎么回头 因为 你是我的哥哥 这样应该差不多 都整理好了 好 所有人归队吧 剩下的交给我来收尾 拉莎 肯定就是塔莎的孩子 你有依据吗 属下听说 那个孩子带着塔莎的遗物 那个遗物上 有塔莎的专属标记 卡丽所带的围巾 没有任何标记 还有 将塔莎的家人 抓回来的 正是卡丽 如果她是塔莎的孩子 肯定不会将人抓回来 而是会带他们去逃难 属下不是在偏袒自己人 而是卡丽这孩子 极其心疼自己的家人 再者说 塔莎的家人 也完全没认出卡丽啊 而是坚称 将孩子送去了 祭祀大人府上 求他饶命 最后 卡丽向来忠心耿耿 而拉莎却是拒绝成为 亲卫队队员的叛徒 您觉得这二人之中 谁才生来带着 那祸害的血脉呢 你说的 有道理 只是 还是不要排除卡丽的嫌疑 这样应该差不多 都整理好了 好 所有人归队吧 剩下的交给我来收尾 拉莎 肯定就是塔莎的孩子 你有依据吗 属下听说 那个孩子带着塔莎的遗物 那个遗物上 有塔莎的专属标记 卡丽所带的围巾 没有任何标记 还有 将塔莎的家人 抓回来的 正是卡丽 如果她是塔莎的孩子 肯定不会将人抓回来 而是会带他们去逃难 属下不是在偏袒自己人 而是卡丽这孩子 极其心疼自己的家人 再者说 塔莎的家人 也完全没认出卡丽啊 而是坚称 将孩子送去了 祭祀大人府上 求他饶命 最后 卡丽向来忠心耿耿 而拉莎却是拒绝成为 亲卫队队员的叛徒 您觉得这二人之中 谁才生来带着 那祸害的血脉呢 你说的 有道理 只是 还是不要排除卡丽的嫌疑 蓝颜 有什么事吗 我父亲出门了 姐姐也不在 你有什么事等以后再 果然是你啊 你这是 在做什么 早知道就不该废掉你的羽翼的 你说什么 我一直很好奇变异人的力量 你到底在说什么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拉莎 你就从来没觉得奇怪吗 你应该也知道的吧 魔力基本上都是靠血统传承的 而你父亲阿南 是领主大人之外这片领地上的最强者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是阿南的亲生女儿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的生母名叫塔莎 是个平民 她曾和你一样 不适应这个社会 再次见到你 倒是让我记起来了 那条围巾 那个女人每次四处奔走时 都会扬起那条围巾 真是叫人极度生厌 难道这条围巾 是那个塔莎的东西 没错 而将这条围巾送给你的人 就是你的生父 那他人呢 你口衬我的生父 他怎么样了 卡莎不知道她是你的生父 直接将人献给了我 那他应该已经死了吧 就算为阿南和卡莎考虑 你也该乖乖跟我走 你该不会坚称这条围巾不是你的吧 这条围巾 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家人 送给我的礼物 主人 大事不好 这么大声做什么 拉莎小姐 拉莎小姐被抓走了 你说什么 到底是谁抓走的拉莎 那个 蓝颜 有什么事吗 我父亲出门了 哥哥也不在 你有什么事等以后再 果然是你呀 你这是 在做什么 早知道就不该废掉你的羽翼的 你说什么 我一直很好奇变异人的力量 你到底在说什么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拉莎 你就从来没觉得奇怪吗 你应该也知道的吧 魔力基本上都是靠血统传承的 而你父亲阿南 是领主大人之外这片领地上的最强者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是阿南的亲生女儿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的生母名叫塔莎 是个平民 她曾和你一样 不适应这个社会 再次见到你 倒是让我记起来了 那条围巾 那个女人每次四处奔走时都会扬起那条围巾 真是叫人极度生厌 难道这条围巾 是那个塔莎的东西 没错 而将这条围巾送给你的人 就是你的生父 那他人呢 你口衬我的生父 他怎么样了 卡莎不知道她是你的生父 直接将人献给了我 那他应该已经死了吧 就算为阿南和卡莎考虑 你也该乖乖跟我走 你该不会坚称这条围巾不是你的吧 这条围巾 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家人 送给我的礼物 主人 大事不好 这么大声做什么 拉莎小姐 拉莎小姐被抓走了 你说什么 到底是谁抓走的拉莎 那个 来人 阿南 好久不见 我的女儿在哪 你女儿 你指的是被你一手养大的女儿吗 你不妨亲眼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领主大人还等着呢 阿南 你为何 要对这个孩子 你也知道的呀 变异人是罪人 虽说他的羽翼已经被废掉了 可以防万一嘛 我这是斩草除根 你瞒报这个孩子的存在 还将他抚养长大 也算是重罪一桩 理应付出应有的代价 可考虑到你亲生女儿卡丽的一片忠心 嗯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来人 阿南 阿南 好久不见 我的女儿在哪 你女儿 你指的是被你一手养大的女儿吗 你不妨亲眼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领主大人还等着呢 阿南 你为何 要对这个孩子 要对这个孩子 你也知道的呀 变异人是罪人 虽说他的羽翼已经被废掉了 可以防万一嘛 我这是斩草除根 你瞒报这个孩子的存在 还将他抚养长大 也算是重罪一桩 理应付出应有的代价 可考虑到你亲生儿子卡丽的一片忠心 嗯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队长 属下完成任务 现已归队 特来向您汇报任务 卡丽 这件事你迟早是要知道的 那我不如就早点告诉你 您指什么 你还记得上次审问过的那个武器商人吗 当然 可能你会觉得难以置信 你的妹妹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您说什么 你应该知道 拥有魔力的平民 我们只能斩杀 无一例外 您说只能斩杀 那您 杀了拉莎吗 阿南瞒报的事 罪行也相当严重 领主大人看在你的面子上 也会饶她一命 她现在正在和领主大人商议 您到底在说什么 拉莎是我的妹妹 你小声点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 也知道你有多心疼你这个妹妹 可现在 证据确凿 您指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围巾 你妹妹的围巾 就是她杀的遗物 围巾 是那个武器商人送的 可能是多少想送一件亲生母亲的东西给她吧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最后葬送了女儿的性命 这不可能 那条围巾 你肯定觉得难以置信吧 可你妹妹已经招了 也算对你这个没血缘关系的姐姐和养父报恩吧 我给你点时间平复心情 这段日子 你就回家歇着吧 你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失了中心哪 卡丽 你应该也很清楚 我有多信任你吧 不 莱颜 你们弄错了 你说什么 那条围巾是我的 那是武器商人 扎德 送给我的礼物 如果说围巾的主人 那这个人不是拉莎 我才是他的孩子 队长 属下完成任务 现已归队 特来向您汇报任务 卡丽 这件事你迟早是要知道的 那我不如就早点告诉你 您指什么 你还记得上次审问过的那个武器商人吗 当然 可能你会觉得难以置信 你的妹妹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您说什么 您应该知道 拥有魔力的平民 我们只能斩杀 无一例外 您说只能斩杀 那您杀了拉莎吗 阿南瞒报的事 罪行也相当严重 领主大人看在你的面子上 也会饶他一命 他现在正在和领主大人商议 你到底在说什么 拉莎是我妹妹 你小声点 我知道你很难相信 也知道你有多心疼你这个妹妹 可现在 证据确凿 您指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围巾 你妹妹的围巾 就是塔莎的遗物 围巾 是那个武器商人送的 可能是多少想送一件亲生母亲的东西给她吧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最后葬送了女儿的性命 这不可能 那条围巾 你肯定觉得难以置信吧 可你妹妹已经招了 也算对你这个没血缘关系的哥哥和养父报恩吧 我给你点时间平复心情 这段日子你就回家歇着吧 你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失了中心呢 卡丽 你应该也很清楚我有多信任你吧 不 蓝颜 你们弄错了 你说什么 那条围巾是我的 那是武器商人 扎德 送给我的礼物 如果说围巾的主人 那这个人不是拉莎 我才是他的孩子 快住手 卡丽 拉莎 我并不想伤害你的父亲 只是 他既然犯了罪 就容不得他再做高级祭司 我会除掉他的魔力 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这么做的 这样的判断真是鱼不可及 你想救阿南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 与你这么近的面对面 卡丽 我能感受到你身上 一股与众不同的魔力 你才是他杀的女儿 爸 爸 为了不让拉莎 白死一场 你要活下去 我的宝贝女儿 快住手 卡丽 拉莎 我并不想伤害你的父亲 只是 他既然犯了罪 就容不得他再做高级祭司 我会除掉他的魔力 我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这么做的 这样的判断真是鱼不可及 你想救阿南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 与你这么近的面对面 卡丽 我能感受到你身上 一股与众不同的魔力 你才是他杀的孩子 爸 爸 我不能 抛下你 为了不让拉莎 白死一场 你要活下去 我的宝贝儿子 风凉 谢谢您这么说 只是这次的战斗 已经让战斗力损耗了太多 最重要的是联盟的介入 一定会挑起圣地和埃利莫斯的战争 谢谢您的这份心意 只是那个人的命 我想自己亲手去受 风凉 谢谢您这么说 只是这次的战斗 已经让战斗力耗损了太多 最重要是 联盟的介入 一定会挑起圣地和埃利莫斯的战争 谢谢您的这份心意 只是那个人的命 我想自己亲手去受 好久不见 卡丽 听说 你是弑神者 一个杀死超越者的平民 你也要 夺走我这条命吗 你对自己害死的那么多条生命 都不感到愧疚吗 愧疚 卡丽 你在拈死小飞虫的时候 会感到愧疚吗 眼下 我怕是没办法认你宰割 下次再见 等到那位想的时候 那位 好久不见 卡丽 爱普希龙 听说 你是弑神者 一个杀死超越者的平民 你也要 夺走我这条命吗 你对自己害死的那么多条生命 都不感到愧疚吗 愧疚 卡丽 你在拈死小飞虫的时候 会感到愧疚吗 眼下 我怕是没办法认你宰割 下次再见 等到那位想的时候 那位 这里是 我不过是逃跑时逃到了这里 没打算伤害你们 我讲述了之前在埃利莫斯发生的事 我这样苟延残喘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报仇 这里是 我不过是逃跑时逃到了这里 没打算伤害你们 我讲述了之前在埃利莫斯发生的事 我这样苟延残喘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报仇 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家 感觉心情好奇怪啊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婴儿床居然还在这里 好像 这里的时间 就停留在了我出生的那一天 快找找罗叶兽的东西吧 这是 爸爸的逼迹 智塔莎 我是阿南 给你祭钱 是为了报答你之前的救命之恩 我没想到这会伤害到你的心情 那天 你会向我伸出援手 实在是叫人意外 也让我非常感激 祭司之间 对你的传闻不太友好 万万没想到 你会出手救我这个告诫祭司 其实 我妻子病得很重 我听说 熬煮那座悬崖上绽放的神秘之花花根后喝下 冷浪病好起来 明知这是迷信 我却还是想要救出这根救命稻草 如果当初 不是你抓住了我 我是真心想要感谢你 如果有什么 我可以报答的 请告诉我 阿南 至塔莎 我是阿南 我妻子不久前也怀孕了 一切仿佛奇迹一般 虽说她身体还没有彻底好 可她盼着孩子出生 实在是太开心了 想来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应该会在差不多时间出生 如果孩子像你 一定会大方爽快 这台婴儿床不是送给你的 而是送给将要出世的孩子的 希望你的孩子能和我的孩子成为朋友 虽然阶层有别 但他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就像你我 阿南 至扎德 我是阿南 你过得还好吗 卡丽在茁壮成长 你应该很想见孩子 却从没来过 卡丽可能是随妈妈吧 跑得特别快 有趣的是 拉莎也为了能追上自己的姐姐 一直在努力呢 所以这个孩子也比其他人跑得快一些 虽然他们没有续言关系 但或许是因为姐妹还挺像彼此的 虽然我的妻子已经离世 但拉莎和卡丽两个人 彼此依靠茁壮成长 一直都很活泼开朗 之所以给你写这封信 是想托你给卡丽做一件武器 如今卡丽跑得越来越快了 有时跑着跑着 还会将刀剑落下 所以希望你能为孩子准备一副 比刀剑轻便 或者适合投掷战斗的武器 而我也急着想带卡丽 去给你瞧瞧 你总要看看孩子长大后的模样吧 几天后卡丽生日 我会带孩子去一趟你的武器商店 阿南 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家 感觉心情好奇怪啊 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婴儿床居然还在这里 好像这里的时间 就停留在了我出生的那一天 快找找罗叶说的东西吧 这是爸爸的笔迹 智塔莎 我是阿南 给你祭钱 是为了报答你之前的救命之恩 我没想到这会伤害到你的心情 那天你会向我伸出援手 实在是叫人意外 也让我非常感激 祭司之间对你的传闻不太友好 万万没想到 你会出手救我这个告诫祭司 其实我妻子病得很重 我听说熬煮那座悬崖上 绽放的神秘之花花根后喝下 冷浪病好起来 明知这是迷信 我却还是想要救出这根救命稻草 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住了我 我是真心想要感谢你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报答的 请告诉我 阿南 智塔莎 我是阿南 我妻子不久前也怀孕了 一切仿佛奇迹一般 虽说她身体还没有彻底好 可她盼着孩子出生 实在是太开心了 想来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 应该会在差不多时间出生 如果孩子像你 一定会大方爽快 这台婴儿床不是送给你的 而是送给将要出世的孩子的 希望你的孩子能和我的孩子成为朋友 虽然阶层有别 但他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就像你我 阿南 智扎德 我是阿南 你过得还好吗 卡丽在茁壮成长 你应该很想见孩子 却从没来过 卡丽可能是随妈妈吧 跑得特别快 有趣的是 拉莎为了能追上自己的哥哥 一直在努力呢 所以这个孩子 也比其他人跑得快一些 虽然他们没有续言关系 但或许是因为兄妹 还挺像彼此的 虽然我的妻子已经离世 但拉莎和卡丽两个人 彼此依靠茁壮成长 一直都很活泼开朗 之所以给你写这封信 是想托你给卡丽做一件武器 如今卡丽跑得越来越快了 有时跑着跑着 还会将刀剑落下 所以希望你能为孩子准备一副 比刀剑轻便 或者适合投掷战斗的武器 而我也急着想带卡丽 去给你瞧瞧 你总要看看 孩子长大后的模样吧 几天后卡丽生日 我会带孩子 去一趟你的武器商店 阿南 为了以始终如一的爱 将我养大的爸爸 始终都在远远地守候着我的扎德 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塔莎 我唯一的妹妹 拉莎 还有 仅仅因为平民的身份 就失去性命的所有人 我一定会报仇许恨 始终都在远远地守候着我的扎德 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塔莎 我唯一的妹妹 拉莎 还有仅仅因为平民的身份 就失去性命的所有人 我一定会报仇血恨 盖尹似乎对拥有提取之力的 埃普西龙很感兴趣啊 此人会提取什么 可埃普西龙所提取的一切 都经过了他的手 不管那是什么 不管他提取了什么 都会对他本人产生影响 就算以再快的速度 转移到其他地方 也会有影响 埃普西龙居然会甘愿接受死亡 只为救活某个人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因为埃普西龙会提取 生命力或魔力之类的东西 我原以为他的目的 是成为足以对抗神王的最强者 若此人与埃普西龙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 他提取东西的目的并不是单纯 想要活得长久或变得强大 眼下似乎还没有什么是能肯定的 明白 卡丽小姐 该隐似乎对拥有提取之力的 埃普西龙很感兴趣啊 此人会提取什么 可埃普西龙所提取的一切 都进过了他的手 不管那是什么 不管他提取了什么 都会对他本人产生影响 埃普西龙居然会甘愿接受死亡 只为救活某个人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因为埃普西龙会提取 生命力或者魔力之类的东西 我原以为他的目的 是成为足以对抗神王的最强者 若此人与埃普西龙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提取东西的目的 并不是单纯想要活得长久 或者变得强大 眼下似乎还没有什么是能肯定的 你去继续收集些情报 罗耶 明白 卡丽小姐 我去去就回 祝您一路顺风 请别忘了 您只是出手相助 出手相助 是啊 当初我加入联盟 是为了利用他们报仇 自从离开埃利莫斯 我就不断再重复默念 为了给家人报仇 为了处决埃普西龙 我势必要活下去 这是我的宿命 可是罗耶 我想昨夜 若是拉莎 她会怎么做 我的好妹妹拉莎 一定会真心地守护 这些人的世界 她不像我只顾着往前跑 她会慢慢往前走 懂得欣赏路边绽放的花朵 到达目的地固然重要 但一路上认识的所有人 也弥足珍贵吧 卡丽小姐 罗耶 若为了报一级之仇 就忽视或牺牲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便与那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利用异族和如若子民的 埃普西龙无意 我觉得只有我亲手 守护了这个世界 才能走上有别 于埃普西龙的道路 小人自您在强宝中便陪着 转眼见您竟有如此成长 小人始终都会遵循您的意思 还望您能保重身体 一定要守护好这个世界 嗯 我去去就会 祝您一路顺风 请别忘了 您只是出手相助 出手相助 是啊 当初我加入联盟 是为了利用他们报仇 为了给家人报仇 为了处决艾普西龙 我势必要活下去 这是我的宿命 可是罗耶 我想昨夜 若是拉莎 她会怎么做 我的好妹妹拉莎 一定会真心地守护 这些人的世界 她不向我只顾着往前跑 她会慢慢往前走 懂得欣赏路边绽放的花朵 到达目的地固然重要 但一路上认识的所有人 也弥足珍贵吧 卡丽小姐 罗耶 若为了报一级之仇 就忽视或牺牲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便于那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利用异族和柔弱子民的 埃普西龙无意 我觉得只有我亲手守护了这个世界 才能走上有别于埃普西龙的道路 小人自您在强宝中便陪着 转眼见您竟有如此成长 小人始终都会遵循您的意思 还望您能保重身体 一定要守护好这个世界 我抱着必须活下去的信念 不断往前走 最终 当我离开大陆时 因安心于自己活了下来 便昏了过去 不懂 好